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趣的事情 遇到不开心时 他也会像哥哥一样的开导我 久而久之 我对这个只比我大一岁的大男孩 产生了依赖 他身上有成熟男人的魅力 也有小孩子气得可爱 这种能独当一面 又不是幽默的男人 是我喜欢的类型 他应该也比较喜欢我这种性格吧 我是数着那种大大咧咧 有什么就说什么的那种 相反 许诚则比较沉稳 懂得也多 所以我们没有谁去追谁 就顺利成章地在一起了 恋爱一段时间后 见了双方父母 我才了解到许诚的家庭 爸妈都是退休工人 领着退休金 虽然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但是也已经工作了 这样的家庭 在我们这边不算很好 但也算是中上了 由于许诚本身自己也比较争气 还有情商比较高 所以我们的婚事 双方父母都是很赞成的 大家都到了一定的年龄 很难遇到合适的人 我们的婚事 很快就定下来了 只是在商量婚礼的时候 许诚的意思是 我们婚后就住在那个 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 那是他婚前买的 暂时先不考虑换房子 当时我是有些不开心的 因为以他的经济条件 我很清楚 当时买两套 两室的都不是问题 他却执意要我们 在那个一室的小公寓里结婚 还是二手的 但是他给我的回复是 现在市场越来越难做 钱不好挣 我们应该留点流动资金 还有就是小叔子 他小一岁 也该谈婚论嫁了 婚房还没有 他想补贴一点 不会太多 就几万块 这样的话 父母可以轻松一点 我听了觉得 还是蛮有道理的 一方面觉得许诚有远见 一方面觉得 他知道珍惜手足情 孝顺父母 以后肯定也是个好丈夫 婚后 我辞掉了工作 去公司帮他 但是对于财务上的事情 我从来不过问 我发誓 我从来没有拿许诚 当外人看 一年后 我怀孕了 为了这个小生命 我在业务上更加拼命了 为了给孩子 挣个更好的明天 运气六个月的时候 我还挺着大肚子 在外面宣传 不为别的 就只想公司越来越好 能在宝宝上幼儿园之前 换个大点的学区房 近两年 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升级 为县级市 房价涨得很厉害 别人条件 没我们好的 都早早买了房子 我们总不能指着 这个一室一厅 一直过吧 熬过十月怀胎 我总算顺利生产了 婆婆也主动来照顾我 那个时候 一室一厅 显得更加拥挤了 第一次换房子的念头 更加的强烈 但是不尽人意的是 那个时候 我妈妈查出了癌症 我妹妹还在上学 作为长女 我不能修守旁观吧 就把手上所有的钱 都拿去给我妈看病了 许诚当时给我说的是 公司也是勉强为期生计了 所以拿不出来 一分钱给我妈看病 没多长时间 我妈就去世了 我也不怪她 因为我了解 自己做事业的难处 还有我妈妈的病情 也确实是无力回天 宝宝一岁后 我给了婆婆代 又回到了公司 开始努力奋斗 三年后 我又怀孕了 这次是意外 本来是考虑要不要的 但我是个 相信缘分的人 自己的孩子 实在是舍不得打掉 随着宝宝的出生 即使大宝 一直都跟公婆住 但是这个房子 还是显得很拥挤 这三年 经过我们的努力 公司也好一些了 生活也步入了正轨 所以我们开始筹备换房子了 这一次不管怎么说 也要把房子换了 然后把大宝 接到身边来 后半年就要上幼儿园了 妈妈不在肯定不行的 现在公司稳定 所以不需要我操太多心 我一直都觉得 公婆给小叔子 买了婚房 是拿不住钱的 所以我从内心深处 是没有指望公婆的 他们给我带孩子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买房子还差20万 我选择了贷款 然后分期款 但是就在我们准备 第二天填合同的时候 公婆找上门了 提了一袋子钱给我们 说是要给我们买房子的 18万现金 我当时有些傻 婆婆给许诚说 你帮你弟弟 全款买了那套房子 现在你们还住在 这么小的房间里 爸妈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这点钱 都当补贴你们买房子了 婆婆的这番话 让我一脸懵逼 也就是说 小叔子那套房子 是许诚全款买的 那么回忆一下那个时候 正是我妈妈生病 公司要死不活的时候 也正是那个时候 她送了小叔子一套房子 我惊讶的 看着公婆的时候 许诚才意识到了 婆婆说漏嘴了 然后突然解围道 你在说什么 什么我买的 我们连自己的房子 都现在才买 是不是糊涂了 当时场面很尴尬 但我不傻 我很清楚 这些年公婆的那点退休金 本身没多少 又宠孙子 光我家大宝就花了不少 还有小叔子家的孩子 所以如果小叔子那套房子 不是许诚出钱买的 他们根本拿不出 我这眼前的十八万 我妈妈的生命 比不上她弟弟结婚的一套房子 因此我们的小家庭 也受到了牵连 我想起了那些风吹日晒的日子 还有为买房子受到的苦 说实话 除了心寒没有任何感情 比起穷 欺骗 才最可怕吧 她自己是圣人哥哥 我们的小家庭却摇摇欲坠 一家五口 一室一厅的房子 再看看小叔子 那个大三室 想想还真是搞笑 别人幸福圆满 小叔子上底儿班 弟媳妇家庭主妇 一点压力都没有 我的孩子一岁就给婆婆带 最重要的是 启蒙教育我也缺失了 别人都说 娶妻不娶福地魔 嫁人不嫁 妈宝男 我不是福地魔 她也不是妈宝男 她是意料之外的 她是福地魔 还藏得那么深 想到这儿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 去面对许成 做这件事情 果断提出了离婚 就算我的孩子成为单亲 也没办法接受 这样没有任何信任的婚姻 离婚后 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归我 许成每个月给我们抚养费 我搬回了娘家和爸爸一起住 妹妹也已经上大学了 许成每个月的抚养费 都按时到账 我成了单亲妈妈 但是我知道 熬到二宝上学就好了 大宝跟爷爷奶奶感情比较深 我们有空还是会回去看看的 但是许成 我真的对她没有任何感情了 我从来不看公司的账面 也不 我问家里的钱 她说缺钱 我就想办法补 拼命做业绩 这是何等的信任 但她辜负了我的信任 我觉得婚姻这件事 欺骗便是死罪 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